這個地方我們是希望透過 Booking ID 去查到他的名字 指的是全名 他的名跟他的姓 然後他住哪幾號房 透過這個資料 住幾晚不是住幾天 剛剛是幾天嘛 所以幾晚那就是相檢之後的結果 不用加一的 那Price的話就是他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怎麼查 那如果你要查住幾號房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一個對照表裡面 這個價格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這個有個名稱管理員 裡面有一個名稱叫做Price 叫Lookup Price Lookup就查詢 查詢價格就這個 那你點這個工作表 點這個名稱再點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範圍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查詢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 就是他的什麼 縮寫加一個減號 再加上幾號房 那不就是哪個飯店的幾號房 價格多少有列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要查的話 那應該怎麼查 那應該就是先抓什麼 抓到這一個嘛 前面這三個字 然後再加上他的Roon Number 把這個跟這個串在一起 那就可以去查剛剛那個表 那不就是可以查到價格了 對不對 那Amount就是加總 就是他總共總計多少錢 那就是幾碗乘上價格 那不就是總共要付的費用了嗎 應該知道意思吧 所以如果要計算Name的話 其實就是去查這個Booking Booking的話 我記得好像他本身也有一個 這個名稱叫Booking 指的就是這一整個 有沒有 這一整個就是Booking的名稱 所以如果要查出結果的話 那應該是先查到他的這個Sername 再查他的 應該是這個加這個嘛 就把它兩個串在一起 就OK 中間一定要加一個空白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查出來 那當然啦 理論上就是先插入用什麼 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這個最下面這個叫V6函數 OK 然後再利用這個Booking ID 去查到 查那個總表 叫Booking的吧 因為他在第8跟第9 所以先查第8欄 再串第9欄 那不就OK了嗎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不會這個公式 一樣我發現 TrackGD簡單的也可以 複雜的也沒問題 所以我剛剛 我有把那個對話放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會把那個問題丟給他 然後就是把那個問題敘述讓他知道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那我的需求是什麼呢 請用什麼呢 A2這個儲存格 A2內的資料有沒有 那以這個函數 當然如果你沒有用這個函數 他也會自己去用別的 不過有可能會用Index加Match 反而複雜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講 你用V的函數幫我查 查什麼名稱 名稱為Booking 所以他 那並取出第8跟第9欄 中間加一個空白 他蠻厲害的 他馬上就幫我把這個公式產生了 有沒有 中間加一個空白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打 真的沒他快 OK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他這個地方多兩個字 其實他很奇怪 所以他名稱後面都會 沒事加這兩個字 那怎麼辦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Booking Hope不要加範圍 你會發現馬上 他就把範圍兩個字去掉了 那我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 再貼過來 有沒有 然後打個勾好了 欸 像一下填滿 OK了 那Roon Number的話呢 就是第幾 其實這個第8對不對 這是第9 那這個Roon Number好像第6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拿這個公式 有沒有 等於 第8欄對不對 取笑一下 貼過來的話 把它第8改成第6比較好 所以貼過來 這樣比較快 你就不用重問了 不然的話 其實你跟他講說 有沒有 那幾碗的話呢 幾碗應該是這個 減這個 這個是第5 這個是第4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第5減第4 所以貼過來就把5 8改成5 減掉 再貼一次 等號不要 然後這邊改成4就可以了 5減掉4 記得不要再加1 加1的話 變成幾天了 不對 3晚 向下填滿 那Price的話呢 我剛剛講過 這個的前三個字 就是 再串這一個 去查詢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比較好 要不然就問 我看 我好像是用那個什麼 用 去查吧 請幫我 這個是剛剛的啦 你也可以用 請那個 幫你 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說 請幫我賺寫公式 就是用A2的前三個字 然後呢 去 加上那個什麼呢 1 欸 不過這個好像是錯誤的 我底下 再加上那個C2的資料 C2的話是 那個什麼呢 C2應該就是他的root number 然後去查 他得到的結果 看起來好像應該OK 所以他用VIRON數去查 然後查他的第二欄回來 看一下結果 打個勾 3,800應該沒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 懶得自己想的話 C2很快就OK了 那Amount的話 就是兩個箱子 這個就不用啦 這個就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 乘上 這一個 打個勾 向下填滿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要把畫面還給大家 那一樣 今天的範圍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把上個禮拜那一題 再加跨工作部 難度又更高 那並且加上飯店觀念 不過飯店觀念後面 我是希望再加上VBA 也就是把剛剛這五個欄位 一樣改成自動填滿公式 並且清除 那最好是加下拉清單 我發現好像很多人 對於下拉清單的需求 還滿大的 最好是 將來這個booking id 我們用下拉清單去找到 點了之後 自動帶出其他資料 好像很多人 比較有需求是 自動帶出其他資料 那這個怎麼做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下一次再來看 請各位就是試著把剛剛這幾個 總共有五個欄位 B到F 試著完成 那公式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參考雲端 上面我有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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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